在湾仔人来人往的市中心有一栋外观纯白高洁的建筑物 而这座建筑物历史悠久,在香港扎根已过8年 究竟这座被列为香港二级历史建筑的建筑物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石刻教,而它的历史是可以回数到1840年 当时的英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军人或安保人员可以调配到殖民地 于是就讲照来自印度以勇武辞名的石刻教徒 在殖民地内部重新调配人手,避免过分依赖本地人维持秩序 在1901年,英国政府拨地被这帮石刻教徒兴建寺庙 石刻庙于是就兴建洛城 在二战期间,石刻庙也遭受过日军两次的轰炸 在战争期间开放过被所有人避难 而它在2018年拆卸重建 去年终于完成重建 现在就重新开放给公众参观 说了这么多它的历史 不如进去看看里面是如何 进去是要脱鞋和包头 而放鞋的位置是分开了男和女 走到进去会有一排鞋柜给你放鞋 另外里面也有供应头巾 其实我们不是太会用头巾包头 不过就很幸运遇到一个好人的教徒 就帮我们包好了 内部的墙壁地板清一色纯白 给到一种纯洁、壮严的感觉 而墙壁也有挂着华丽的壁画 那我们就上了一层的食堂 石黑教的始祥人拿拿克宗斯 当初都为了消除印度社会的总性观念 在庙里面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免费的善食 有着施暴大众的含义 在食堂里面每个人都坐在地上共善 如以众人平等、平起平坐 除了提供免费的善食 石黑庙也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最多15个晚上的住宿 我们在里面试了庙内的奶茶 奶茶的味道不像茶餐厅的奶茶 偏甜 原本只是打算试一下奶茶 但庙里面的乙工很热情 他们给了薄饼、饭、咖喱我们去试 不过饭、咖喱那种香料味不是很惯 是薄饼比较容易吃到 后来有位很热情的乙工 愿意带我们到处来参观这座庙 他带了我们去看重建前的救济坛 也和我们简单介绍了代表石黑教的五个Symbols 那所有石黑教教的 虔诚的、洗浴礼的 必定有五样东西 五样东西是什么呢? 手压 手压 头发 梳 一把梳 我们在这里有点 明白 一把梳 手压 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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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腕 是特别製造的 还有这个 和这把匕首 这五样东西我们一定会有的 他带了我们去到一个花园 而当中花园里面的Symbols代表的是劍 之后也参观了他们的图书馆 也挺大间 里面大部分的书都是用英文 或者印度文写 后来我们就经电梯上了主礼堂 在主礼堂外面有静身的地方 进去之前需要洗手和洗脚 个人觉得主礼堂的装修很漂亮 和有种装严的感觉 制派之后可以在圣殿柜旁边的小桌 拿一个甜品 叫做圣糖 用面粉 酥油 糖 在拿了之后 就要立即食用 在参观完石刻廟之后 我们访问了带我们周围走的义工 说一下自己住在香港的感受 理解少数族裔在香港的处境 我会问 我的答案是地球人 有什么分别 其实我个人 被人问到 我觉得地球人有什么分别 印度人会问我 例如我在自己的乡下 他们会问我 你在哪里 我说香港 他说你在哪里 我说 我其实有什么分别 是不是 那地球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大家沟通宝味 最好 我觉得 这个是我没有鱼来的 我不懂印度话 我老爸就是谷鬼器人 扔了我们回去住了三两年 我们依然都是咪咪的音乐 但是近这十年 比较多了回去 多了港 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在这儿生活 其实很矛盾的 那时候是 你在这儿生活 但是人又不用你 其实 遇到其次的有的 不会没有的 那就会很转转的 以前我们试过 试过去看 诶 我在电话上说中文很流利 一来就说 哇 然后他也呆了 然后说 你打电话来的 我说是 我打电话来的 然后他说 你懂中文 他说是 不好意思 不要紧 我们刚刚见了个人 请了 其实收到的 他都不想请这些人 不满有的 但是我们尽量都是 始终 有时跟人吵架 有时被人骂他 他又说 诶 非我俗语 你后干什么 回自己乡下吧 就是有时有些矛盾 有些这些位置 我去到印度 我的印度话又不正宗 诶 那他们又会觉得 你哪来的 那在香港 你的肤色又不一样 那又是被人歧视的 你去到有时申请一些东西 他就会跟你说 一些歪歪的音 所以我们上个 上个星期 我和他在这里 被人拿了一辆车 收了一辆车 那我和他拿回一辆车 去地铁站 那那个人就说 朋友 你有没有身份请 哈哈哈 以前就会介意的 现在就越大的时候就算了 就是 哇 一般见识 和人 顶什么 以前真的 常常吵架 吵架的 我们的教 就是教我们 Fair Play 那 就 为人民服务 那 又人人平等 那 来到这里 无分你我 无分高低 无分大小 无分种族 其实 个个都可以 来到这里 一起 共用 生活 那 今集就差不多 如果想知道更多香港的资讯 就记得 subscribe我们 而如果你对这个video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看来 我们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